第六十五集 黑色的岩石 我隐隐的感觉 似乎前一段时间的事情 有了后遗症了 天亮了 房东也没敢收我的钱 一阵好言相劝 请求我不要去报案 他知道 他开门做生意 指望这点住宿费 养活一家老小呢 我也是个性疏懒的家伙 昨夜的事情也不想声张 我点头承诺 去找车子前往阿拉营镇 无论如何 都得先把朵朵的事情 解决了再说了 在我的心中 朵朵的事情抵达 乘车赶往阿拉营 一路风光秀美 就好像在画里 虽然我嘴硬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凤凰之所以成为旅游文化名城 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和凤凤凰 和凤凰古名凤凰营一样 阿拉营也是由清朝时期镇压苗民的军营翻演而成的 它是湘西的西大门 云贵高原的必经之地 苗汉两民族聚居地的结合部 算是湘西比较有特色的地带 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并不知晓他的大号 杂猫小道说 他有个外号叫做地帆天 他让我叫他天树 地帆天住在天龙峡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有点远 事出突然 人家未必欢迎我这么一个不速之客 所以也就没有到镇子里来接我 我按照天书给我发的地址 一路悬摸过去 在村头 一个七八岁的小毛孩子拦住了我 问我是不是陆左 他穿得很整齐 说话那个语气像个小大人 长得像后来网络传闻的那位武道盖 我说是 我要问这个孩子你是谁啊 他没理我 让我跟着他走 我提这些烟酒啊 礼物 跟着他朝村子的深处走 见这个孩子不搭理我 我就掏出了一百块钱递给了他 说来得匆忙 没准备 这一百块钱呢 就当是给他的压岁钱 他接过去了 揣在兜里了 这表情才缓和了点 也肯说话了 他说他叫王永发 王三天是他的爹 他是王三天的小儿子 说他们家有十五口人 他太爷爷一百岁了 耳不聋眼不花 一口牙齿又白又整齐 一步能窜出好几米 我跟着他走 一边掏着他的花 他家并没有住在村子里 我跟着这个七八岁的小毛孩子穿过村里的土路 又翻了几个小坡 转过了一大片树林子 竹林子就看到山坳那儿有一大厂房子 那是三层楼房 砖木混合结构 一楼外边呢 还覆盖着洁白的瓷砖 码头墙装饰着凹头 漏花的门窗小巧别致 古香古色 有很浓重的民族特色 也很气派 这个房子呀 也得盖了有十几年了 看着比村口那几家 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都好看 哦 这是个有钱人家 我心里想着 难怪这个小毛孩子呀 接过我那个一百块钱 那眼睛连眨都没眨呀 显然这是个见惯了钱的孩子了 来到了房子前的小院 这小毛孩就冲里边喊 爹爹 你要接的人 我给你带过来了 这房门就被推开了 走出了一个瘦小的 一脸精明的汉子 这个人大概有四十多岁 穿着像个乡干部 留着两座小胡须 脸色很白 脸颊上有几颗细碎的麻子 眼睛很灵活 走出来的时候 那对眼中的一咕噜 我就感觉自己已然被他看了个通透了 他走上前来 看了一眼我 你就是陆索吗 我跟他打招呼 听说 我就是萧克明提过的陆索 出私拜访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所以买了点了表敬意 我把礼物给他 这个礼物啊 我足足花了好几千块钱 可是他看见 连眉目都没有皱 表情很冷淡 挥了挥手 让那个小儿子把礼物接了 把这个东西就提到堂屋去了 我靠近了 我靠近了他 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土腥味 很色 很山 我闻到我嘴里的只发苦 楼上的窗子在动 我能够感觉到有人在窥探我 有很好奇的眼神 在朝我扫 毕翻天带着我 来到了一间小客厅 他把那个窗帘给拉上了 开门见山 他就对我说了 既然是小潇介绍过来的 那么也都是行内的人了 有什么事情 就不要弯弯绕绕地转了 也不要藏着掖着了 直接讲吧 哎呀 我 我怎么听到这个语气里带着 无奈烦呢 哦 我转念一想 江湖人吗 都不愿意太多人知道自己的具体的住处 以免得罪人 祸及家人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呀 我养了一个小鬼 在招回地魂的时候啊 冲了岔子了 结果这个小鬼呢 人格分裂了 一个是我熟悉的灵体 一个呢 是有着诡异红色光芒的腰体 当我讲到朵朵有了十几斤的重量 以及一丝温度的时候 他突然打断了我 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鬼啊 他其实就是人在深故以后啊 不肯去该去的地方 残留在世间的魂魄 他是一种脱离肉体 独立存在的思维 或者是意识体 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 他周末不定 但是有法可疑 也是具体的 统一的定论的 总观 正典记载的三十七种鬼里边啊 没有一种是我说的这种鬼 或者说 我养的这个 它已经不是鬼了 比翻天 让我把这个朵朵召唤出来 给他看看 我说 哎呀 他陪我暂时给封印了 出不来 也不受控制 那我解开这个封印行不行啊 啊 啊 不行 哎呀 如此反复 受伤害的是多的呀 比翻天摇了摇头 说他知道的 召回避魂的事啊 虽不得法门 但是也跟我描述的完全不同 这个东西 讲究的是一个水道渠成 悄无声息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哪里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火焰 还燃烧 可他这一脉啊 祖商是赶尸的匠人出身 习的 习的 储屋 驻游一派 擅长玩弄 僵尸死人 后来火葬升行了 这个行当啊 就开始逐渐的衰退下来了 呼不了口了 机缘巧合之下 又偷偷地学习了练鬼的法门子 几代经年 终于有了如今的气候 算得上有些造诣了 但是啊 他传承的并不完整 这是他的说法 那么我来之前呢 听杂毛小道跟我谈及这个蒂凡天 说这位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高手在民间 说他这个名号并不详 但是认识他的同行都知道 蒂凡天 那可是一个师丹高手 何谓师丹呢 炼丹术在中国古就有之 分内丹和外丹之说 内丹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指导 以人体为顶炉 精气神为药物 而在体内凝炼结丹的 这么一种修行方式 而外丹呢 则是指自道教创立以后 道士从先秦方式手里 继承过来的炼丹的遗产 为致取长生不死药的需要 所以发展为秘传的实验技术 对比那些个虚无缥缈 无物性体质就难以把握的内丹而言 外丹的普及性就更加的广泛 甚至还成为了现代化学的前身 炼丹的方法和材料 有很多种 草药 矿石 奇珍异物 然而呢 也有一些比较出格的材料 比如用这个下工鞋 比如用这个集会之物 用这个同男同女 比如以人类的尸体为材料 结合内丹外丹的长处 用特殊的手法焚烧炼灸而成石丹 杂猫小道说的隐晦啊 他也不肯说明详尽的地方 但是 他不说我也知道 面前的这位瘦小的中年男子 在对研究死者的灵魂方面的这个领域 那 那是一个打哪几的人物啊 第三天摸着我胸口的怀目牌过了一会儿 他也没有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他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子 在第三天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 他惯于有着一种权威的态度 如今瞧不出蹊跷 心中就有些不高兴了 觉得这个面子上挂不下来了 他摆摆了一番高人的姿态了 他站起来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 皱着眉头问 说 你这几天是不是要获失啊 我没隐瞒 我说是 我说昨晚上啊 我碰到了一个像蛇一样的东西 房东说是水鬼 他点了点头 嗯 是不是长溪那一块啊 我说是 哦 我去过那里 见过 嗯 真的是个水鬼啊 溺水身亡的一个小孩子 后来附上了一条无目蛇 到处来害人 本来准备捉了他的 可惜蹲守了几次都没见着啊 说到这儿 他拿了眼睛盯着我 你知道 这个水鬼为什么要来找你吗 喂 喂 不 我知道 我摇了摇头 好 你把双手伸出来 我张开了手 我那虎口上啊 是蓝色的印记 这是一个电缆的痕迹 像蜡染一样 有趣的图案 像蛇又像龙 居然呢 跟我那天在九转还昏单上看到的那个红色的图案 有着百分之七十的相似度 哎哟 他叹了一口气 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他说 你怎么惹到了 这么厉害凶狠的诅咒了呢 不是 就这玩意儿吗 嗯 他点了点头 那个表情非常的顶重 于是呢 我就把年前剿灭矮罗子的事情说给他听了 他听完了一个劲儿的摇头啊 哎呀呀呀 你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嗯 矮罗子是什么 是最记仇的山林野物 活着上响报复人 死了 灵魂力破 也不会回归 苍鸣 幽浮 不肯走 自然会把仇怨附着在这血液凝成的诅咒之中 你说的 你说的什么真神 这些我也没有听说过 但是有一点 估计你现在就是个西铁石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会往你的身上靠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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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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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了 难怪了 哎呀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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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您您您您您接着往下说 嗯 难怪啊 一见你就觉得黑气阴郁大凶之相啊 开始还以为是养小鬼所致 现在看起来 嗯 对了 被诅咒了 这个怨力足足可以抵得上 即使上百人的仇怨啊 啊 果真是 能够沟通灵界的生活啊 我这个脸一下就白了 没想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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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最初 我不就是想弄顶帽子吗 啊 至于吗 跟我这么没完没了 我就问他了 不是 那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这 这朵朵这事该 他 哎哟 他他该怎么办呢 先别着急啊 到了饭点儿了 先吃饭再说 吃完了饭 找老太爷给瞧上一瞧 他说的这个老太爷呀 自然指的是那个历经风雨 已经一百来岁的老人 我不知道 帝翻天的态度 为什么变了 不刚才还爱理不理的那样 这会居然还留饭了 是不是出于礼貌呢